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有一个关于疫情的好消息 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萧若元在他昨天的影片里 提到他怎样看未来香港的疫情 他说到未来香港的疫情相当不堪 会有很多万人染疫 全香港所有东西都收不到科 甚至有很多人因为感染 会有数以万计的人离开 大家就知道他看香港是看得多差 这件事不怪他 因为萧若元是一个不正常人类 一个不正常的频道 所以在他眼中他当然想香港有那么坏 因为他自己不可以回来香港 吃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 他既然回不来 当然是盼望一个让他回不去的地方死 但是大家又不要忘记萧若元 除了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不正常人类之外 萧若元同时也是一个一等一的灯神 过往这么多十年的例子都证明了 但凡萧若元说过什么 他预测过什么 只要大家倒转思维去想 就会和将来会发生的事实相差不远 所以当我看到萧若元在昨天的影片中 预测到香港未来有多差 对我来说真的相当兴奋 因为我真的看到香港有希望之光 很有可能得到萧若元祝福的情况下 香港的疫症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平时很喜欢跟大家说笑举例子 但是萧若元的登录不是跟大家说笑的 所以稍后会和大家认真去探讨一下 究竟萧若元的影片说了什么 另外他又是大家如何解读他的影片 还有跟大家分析一下 萧若元愿意去说一些这么夸张的内容 其实有什么意思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最后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跟大家说了一些很实际的消息 昨天创了一个新高 300多单 好像350多还是60多 昨天跟大家说完之后 我会预测香港继续爆下去 今天很大机会去到500多单的确诊 但是可能经过萧若元的祝福之后 原来今天香港的确诊数字 都已经有些传媒偷报说了出来 跟大家说 今天的确诊数字大概是342单左右 实际上比起上来 还要比起昨天低了一点 这件事真的极度好 因为原来没有几何级数字爆上去 还要说个案是1比1之余 还要少了一点 可能因为萧若元的影片是昨天拍了 现在就开始浮现了一些灯力 大家就看到 明明我相信全世界人 就算是其他正常人的KOL也好 其实他们昨天看未来 即是今天 大家都不会觉得 今天还可以300多单这么好 一定没人敢想过 但萧若元已经一早提示了我们 香港的疫情将会走下坡 即是确诊数字将会走下坡 一路减少一路减少一路减少 因为萧若元在他昨天的影片里 居然大胆预言 香港将会迎来最恶劣的一天 到时一天就会有5万人确诊 真是可怕你不说这句 可怕萧若元说什么 香港的疫情将会在3天内消散 到时我们就真是攬炒了 不过萧若元的影片 很长很沉 45分钟一条 所以我虽然为了拍片 我迫着看 但40多分钟我不会看完 我飞着看 看看有没有网友整理了重点 可能我会有一些 说漏了的地方都不顶 如果有的话 希望大家帮我补充一下 我自己预测香港最严重的那一天 就有机会破1000单的确诊 但大家想想一天5万单的确诊 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特首也跟大家说过 香港的检测能力 加上现在的火神山中心还未起床 所以香港一天的极限检测量 大概是20万个样本左右 如果你要检测到一天有5万人中招 原来大家去强制检测排队的时候 整条队数百人这么长 原来每4个人就有1个人中招 这件事已经不合乎常理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 就算真的有5万人中招 香港也不可能一天内可以检测到这么多人 所以萧若元和大家说 会有5万人中招 他完全没有考虑过 香港能否检测到 而且传播链是否真的 会没有任何人迷干预 放任他数字上升 他不管了 总之萧若的数量够大 1000好像不够好听 不如萧若一万吧 萧若一万的话好像好听点 齐头五万吧 那就多人听 他单纯就是不用脑 去随便胡说 总之数越报越大越好 不过对我来说是开心的 你最喜欢就多吹 你越吹越大越好 那我们就越安全 还有 萧若元又说 香港将来会全面消减 其实这个是我想的 不过萧若元说了 就不会发生了 还有 如果香港真的可以戒严三天 然后搞定所有东西的话 我觉得没所谓 代价都值得给 因为很多基层 不要说戒严三天 他们都被戒严了2个28天 大家都没饭 那你再戒严 其实影响不算太大 当然 还有其他社会高降 其他精英分子 可能现在都在工作 但是 你预期要帮基层市民 陪你痛三个月 不如全香港一起痛三天 搞定问题之后 大家一起 公平公正平等地 继续生活下去 那就更好 对吧 不过萧若元说了 搞到这件事就不会成事了 还有之前都分析过一两集 萧若元最好的时机 其实已经一早过去了 另外跟大家说一件有趣的事 不知道大家发不发现 其实袁国勇 已经在大众的目光下消失了7天 平时袁国勇很喜欢 哪栋大厦到处走走 又说这栋垂直感染啊 那栋横向感染啊 那栋打斜感染啊 然后就叫大家戴两个口罩啦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由新年开始 袁国勇就是完全消失了 但这件事是不合理的嘛 因为现在香港是爆到周围 又说元朗广场那里有爆啊 然后又有很多大厦 又说垂直感染啊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袁国勇 因为袁国勇在他消失之前 他真是亲力亲为的 他动动大厦都去坏了 好像风水师、建筑师 拿着罗家亨罗盘 然后又说那里垂直感染 那里横向感染啊 行的了 你们全部人一起去旁边吧 但现在袁国勇去了哪里呢 完全没有人知道 有两个可能性的 或者三个 第一就是袁国勇他请假了 第二就是袁国勇他自己 因为去得太多这些地方 他戴了两个口罩都顶不住 那些病毒 所以他中了招 但如果被全香港的人知道他中了招 这个消息一散出去的话 又会成为一个政府的闹剧和丑闻 等于特首说粗口 所以会不会袁国勇 他身份比较特别 所以他中招的消息可以受到隐瞒 然后当然不会和我们一起去住公立医院 可能他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再有些特别的人去照顾他也不顶 另外第三个可能性就是 他见到现在爆得太紧要了 他发现他活动顶不顶不顶 所以他不做了 因为你想一下 平时爆一栋他又跑一栋 现在几十栋一起爆的话 其实他一个人 他跑不掉那么多栋大厦 至于为何袁国勇会消失呢 这个真是不知道 当一个小知识小有趣的东西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继续说回蕭若元 蕭若元他用一套错的数字 然后再用一套错的价值观 再用一堆错的计数方法 把全部混合在一起 总结了和大家说 香港将会有 去到最后 会有三百多万人染疫 然后重症死亡率有0.1% 然后计数后就和大家说 香港最严重的情况 会有一万人逝世 不过浪费了 很明显蕭若元真的是一个神棍 你说三万人感染已经夸张了 然后他在影片中又不知怎样 折出了数字 然后说结果就说 会有一万人便逝世了 但大家想想 现在那只是叫做Omicron 其实他的感染率和传播係数是高的 但如果大家细心点找回政府的资料去看 其实因为这样而变成重症入ICU的人有多少呢? 我印象中有两三个 但最后每个都没有事出远 不过后遗症这些令计 但你说真的感染了之后 令到他在那十几天里走的人 是说一个都没有 对不起 一样东西还要说 就算我有打针 可能有些观众没有打针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是说因为你不打针 所以你就变成重症 然后你就出不回来 没有这回事 这些是政府公开的数据 大家查一查就知道什么事了 为什么当初2022年我们会这么害怕呢? 因为当初那只叫做COVID 还有香港最初感染的那个男人 不知三十几四十岁 还要看上去心脏力健 相当健康的 除了他有糖尿病之外 但当时那个人被人送丸的时候 他那个精神程度 其实是跟现在我拍片一样 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不过叫做睡在床上 但不知为什么 当时他那只跟我们现在那只有不同 结果两三天之后 那个男人就走了 大家就固然会恐惧 因为一个这么健康 三十几四十岁的男人 只有糖尿病 都会这么快走 这一只真是很恐怖 那时大家才怕得震 但现在 你这么多个人中招 都没有一个重症 没有一个入ICU的 就算入了也好 都是说可能一万多人入面 几千人入面才只有一个 还要是说他只不过分内一阵 然后又可以出回来 其实哪里会有一万人感染 然后死亡呢 真是没什么可能的 甚至乎你说一百人 我都觉得你吹多了 蕭若元 不过不要紧了 唯独是蕭若元把数有这么大作 我是听完真心开心的 这次就真是多谢蕭生 用他神奇的登力去拯救香港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好笑的 因为蕭若元就会说 解放军会因为香港的疫情 变得极度严峻的情况下 所以要去出动 帮助香港去抗疫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就不要搞笑了 如果香港政府做好人员安排的话 大家想想想如果能出解放军 那也是伴随着宵禁 如果在宵禁的大前提之下 其实大家都真的不用上班 亦是说不可以上班 就算到时香港政府要管治的地方 要管理的大厦是很多 但其实大家九成九都是良好市民 不是说大家全部人像19年那些 穿黑衣服那样 拿着砖就说要冲出去的 那你要去守住这些人 那你再多的人都不够守住 但是现在换了全香港都是正常人 大家都是奉公守法 听指令去办事的人的话 其实又是不是真的需要 那么多的人手去做管理整个香港呢 我觉得未必 比如说宵禁期间 你要管理香港的地方 你要管理一些治安 你要去守住大厦 不要被人跑出来的 没问题的 那你就派警员去做这一部分 全香港有3万个警员 警员不够就再用程教署 程教不够就再用消防署 海关等纪律部队 没问题的 再不是的 那就请保安帮手去做 大把方法 还有 如果全世界消禁 没得上班的话 那些平时好吃冷飞的公务员 便可以拿出来做一个backup 做一些后援工作的支援 安排派饭 打电话 听信息 派遣资料 人流安排 订车 那些东西 便可以交给公务员去做 还有 如果是消禁了 到时可以征用一些公立医院 甚至乎私家医院的医生护士 过来帮忙 便一天都光亮了 是不是 如果香港政府 有些有才能的人去领导 成立一个专责的系统方案 去控制全香港人流的安排 什么职位的人负责做些什么 哪里需要解放军 还有 我不是说不尊重解放军 但解放军来说 你不会其他有极度专业 即是会有化验的知识 如果香港真是乱当的话 便向广东省要求 一些检疫人员来帮忙 阿爷也说得明白 广东省政府也说得明白 如果香港政府有什么需要 随时开声 广东省政府便会派人来帮忙 这些是新闻事实 但萧若元便不看不知 但凡国内对香港帮忙正面的资讯 全部黄人正常人便不知 我看不到是什么 你说的是否真的 你可能说的是假的 刻意不说 特意说解放军会 出来管治香港 作些大话 因为在他们脑海里 他们便会作个故事 就是说 那些军人会拿着枪 周围在街上走 大家便很害怕 你不戴好口罩便打你 就是这个方法 又是萧若元为大家带来恐惧 为什么不说解放军 不说十字军救世军 就是想为大家带来一个 很恐怖的铁血形象 但想想也知道这件事不实际 明明广东省有很多医疗专才 随时都准备来帮忙 那怎能轮到解放军 不要搞笑 其实他们那些不正常人类 喜欢把香港的东西有这么大 吹到这么大 我理解的 因为作为一个拍片的人来说 确实是件事越大件事 就一定会越多人听 越多人听就越多view 越多view就是越多钱 这件事我明白 所以大家便看到 那么多不正常人类 即那些大台 萧若元好像百十多万 后面还有个三十多万 一日八条片那些 他们很喜欢吹到这么大 因为香港对他们来说 越乱越好 他们19年做不到的事 现在做完 他们便会觉得开心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香港变成什么 世界变成什么 有什么所谓 基本上他们都不是社会的一份子 或者是喜欢吃着人脱饭 去拍片那些 属于社会的一份子 吹到这么大才有吸引力 如果我跟你说 香港今天很平静 其实没有什么发生的 过多三天之后 疫情就淡了 那么无聊 谁先看我的片 对不对 还有现在萧若元身处于台湾 就算他拍片 他说的内容有多夸张 多不合乎常理 甚至为香港带来一些惊恐 恐慌的资讯 有什么所谓 萧若元他都不在香港 他不需要担心自己被捉 他身在台湾 说什么就算是犯法 他不需要承受个惩罚 你说 当你说得越坏 你就越多钱 那他们这些不正常人类 会不会有风使进来 即是如果他的观众受 他明天跟你说 有银射撞到香港 一定多人看 不过很明显就是吹水 和事实相违背 当然了 萧若元那条影片 40分钟 就不单止只有这么少的资讯 萧若元也有提及过 香港政府月中 会審议第六轮的防疫基金 将会有不少于200亿资金 不知道他说完之后 会不会令到这200亿缩水 又或者令到原本应该会受益的行业 没得受益 令到没有那么多行业 可以得到资金的补助 甚至乎特首就说 这200亿将会融在受影响的行业 和雇员 即是个人身上 但被萧生说一说 又会不会变成了 好像之前那些不知所谓 只是帮老板 不会帮小市民 小市民永远不会得到帮助 继续吃树叶 被他说一说 这些完全不出奇了 另外他又引述陈茂波的说话 告诉大家 以香港财政预算案派钱有望 但大家反过来看 再用一个颇为合理的角度去想 即是不会派钱 但我觉得政府不会不派东西 不过则在究竟是派钱 还是派消费券 现在看情况来说 就是派消费券多 其实现在香港已经去到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步 你派钱也好派消费券也好 其实我们市民都没得说了 你喜欢派什么就派什么 但作为一个小市民来说 我当然是希望 无论你派什么也好 你又金额大一点 还有如果你是派消费券的话 希望可以用来交水、电煤、猜响、管理费 即是这些公共行业的消费 即是现在没有消费券 每次交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要用自己的现金去交 其实心就真的完完全全滴血 希望政府可以多听听工联会的一些建议 即是你派过金额 我不期望你派很多 但最起码派在一些比较实用的地方 就不要只是被人用来买手机 买山珍海味 你给一些最贫困的小市民交一下水电煤 我们会更加开心 另外萧若元又说 香港政府将会推行家居隔离 原因是床位不够 医疗人手不足 地方不够 那些 真是很幸运萧若说了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香港就会很大件事 因为家居隔离 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防疫流动 即是香港楼价这么高 有什么人可以独立自己住 然后又不用跟自己父母 又不用跟自己伴侣住 可以自己独立一个出来住 把整个屋住 我相信香港有的 但不多 你做个人口普查 可能几百个人才只有一个人 有这个经济能力 可以提供到这个情况 他的经济能力 适合可以自己做家居隔离 还有洪门燕 郭泰空姐妈妈 黄思雅 又是家居隔离的犧牲品 就是郭泰空姐居隔离 惹了他母亲 他母亲又惹了黄思雅 不记得了 然后洪门燕就变成这样 归根究底 其实居家隔离 令徐英伟辞职 所以居家隔离 本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其实这一件事 就有点像那些炼盘 就是把毒物 蜘蛛 蜘蛛 毒蛇 放入一锅 大家在这里斗毒 我不举例子 太长太沉 大家想想 我旁边 但我和某个人一起住 可能去到第八天 我快好了 但他中了招 但他不是隔离身份 他又可以到街上转圈 到时又是爆到周围 所以这个没意思 相反 你便会变成了 很多病毒储存库 然后你永远 将那些时日拖慢 延长了 可能八天后才爆出来 那你永远 十个煲九个盖 你永远都盖不完 你永远都追踪不完 你永远都断不了尾 你永远都变成了 会有少许的漏洞 所以很感谢萧若元说了出来 便堵截了政府的漏洞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虽然我平时很鼓励 各位观众 上网看资料 看看我有没有说错 或者说漏洞 但今集大家不建议 特意看萧若元的影片 因为这么长 免得给他赚 而且有时 无需深究于 这些不正常人类 究竟有没有逻辑 我自己捱意气 捱辛苦 看了他便可 大家不要看 因为很浪费时间 四十多分钟一条片 还要是说 全部都是乱说 老作 没营养 看来为啥呢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素描隔离的二维霸 弄一封利时给我井仔 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